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探索节目 今天 我们将深入探讨中国债券市场的最新动态 由于投资者寻求比波动的股票和受创的房地产市场更安全的投资 中国政府债券的价格飙升 收益率跌至历史低点 然而 这一现象引发了对债券市场泡沫的担忧 并引起了中国政策制定者的极大焦虑 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多次警告 债券市场泡沫可能破裂 这将对金融市场和经济复苏产生严重影响 为了遏制这一风险 央行正在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来干预市场 试图压低债券价格并提高收益率 类似于美国硅谷银行的倒闭事件 中国也面临着潜在的金融危机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收看中国股市深探 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中国的债券市场以及近期的泡沫风险 这篇文章来源于CNN 报道指出由于担心银行危机 中国对债券市场泡沫发出了警告 我们将详细分析这一事件的背景影响极其深远意义 最近 资金大量流入 中国政府债券推高了其价格 导致收益率跌至历史低点 投资者在避开受窗的房地产市场和波动的股票市场时 选择了这条看似更为安全的道路 中国的10年期政府债券收益率 在本周一触及2.18%的历史低点 20年期和30年期债券的收益率 也在历史低点附近徘徊 债券收益率下降的原因在于 随着价格上升 投资者持有债券的回报率下降 面对房地产业崩溃 消费疲软和企业信心不足的现状 较低的借贷成本本应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然而债券市场的剧烈波动引发了泡沫的讨论 并引起了中国政策制定者的极大担忧 他们担心这种泡沫可能引发类似于去年硅谷银行 SVB倒闭的危机 自4月以来 中国人民银行已发出超过10次警告 提醒债券泡沫破裂可能带来的风险 这可能会扰乱金融市场 并使中国经济的不均衡复苏脱轨 为了应对这一情况 中国人民银行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措施 开始介入债券并出售以压低价格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弓胜 在上海的金融论坛上指出 美国的SVB事件提醒我们 中央银行需要从宏观审慎的角度观察 和评估金融市场的情况 他还强调 必须密切关注非银行机构 持有大量中长期债券所带来的期限错配和利率风险 SVB事件是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 美国最大的银行倒闭事件 其倒闭原因在于 该银行将大量资金投向美国政府债券 这一看似安全的投资 在美联储开始加息以抑制通胀时 变得不再可靠 债券价格下跌 侵蚀了SVB的财务状况 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担心 如果不加以控制 债券狂潮可能会在中国引发类似的危机 自今年年初以来 随着投资者对经济前景不确定性的担忧 中国债券价格迅速上升 企业借贷减少 银行有多余的现金需要进行投资 麦格里集团的首席中国经济学家胡伟俊表示 由于房地产业问题 信贷需求疲软 银行不得不购买更多的债券 投资者对经济的通缩前景 也促使他们转向长期主权债券 与SVB类似 中国的金融机构 在长时间政府债券上投入了大量资金 使其容易受到突然利率变动的影响 北京担心 如果债券泡沫破裂 价格下跌 收益率上升 这些金融机构可能遭受巨大损失 胡伟俊指出 政策制定者担心利率风险 一旦从通缩转向再通胀 这种风险将上升 今年上半年 金融机构净购入的主权债券 达到了1.55万亿元人民币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61% 中国目前的官方利率处于低位 这得益于近几年央行 为了支持经济 持续进行的降息 尽管如此 通缩压力依旧存在 5月份的消费者价格增长低于预期 工厂价格连续第20个月下降 胡伟俊表示 一旦外部需求放缓 北京将不得不加大刺激力度 以实现其经济增长目标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 随着投资者转回风险较高的股票 债券收益率将上升 信贷需求也会增加 银行将贷出更多资金 减少其持有的政府债务 这将导致债券牛市逆转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表示 将首次直接干预债券市场 以冷却狂热 央行将从交易商手中 介入政府债券 并出售他们以压低价格 并提高收益率 这一决定是在仔细观察 和评估后做出的 旨在维持债券市场的健康运行 中国债券收益率的快速下降 也对经济构成了重大风险 香港瑞穗证券的 外汇策略主管张健表示 当前情况下 低政府债券收益率 对经济必大于利 低收益率可能会加剧市场 对央行激进降息 和经济增长疲软的预期 加剧通缩心态的形成 此外 债券市场的狂热 可能会抵消中国人民银行 促进经济活动 和增加货币供给的努力 因为它鼓励资金流向债券市场 而不是流向股票 房地产业 和其他推动经济增长的风险资产 中国政府债券收益率的下降 还可能扩大中美之间的利率差距 导致资金外流 并对人民币构成压力 4月份 中国的资本外流达到 2016年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这主要是由于 中美收益率差距的扩大 总结来看 中国的债券市场 正面临着泡沫风险 政策制定者对此高度重视 央行的干预措施 表明了他们避免 类似SVB危机的决心 然而 这一系列的市场波动 极其引发的潜在风险 提醒我们在金融市场中的 每一个决策都需谨慎对待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 我们下次再见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中国政府债券市场 近期出现资金涌入现象 推动其价格上涨 导致收益率跌至历史低点 投资者在担忧房地产市场困境 和股票市场波动的情况下 转而寻求较为稳健的政府债券 作为替代品 中国在按时年期的政府 债券收益率近期触及2.18% 为200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20年期和30年期债券的收益率 也接近历史低点 债券市场价格与收益率成反比 当价格上升时 收益率下降 这对于正从房地产崩溃 消费疲软 和企业信心不足中恢复的 中国经济而言 低借贷成本应该是有利的 然而 债券市场的剧烈波动 引发了泡沫的讨论 引起中国政策制定者的极大焦虑 他们担心会出现类似于去年硅谷银行 SVB倒闭的危机 自4月以来 中国人民银行 PBOC 以多次警告债券泡沫 可能破裂的风险 这可能会破坏金融市场 并使中国经济的不均衡 复苏脱轨 为了应对这一风险 中国人民银行 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措施 开始介入并出售债券 以压低价格 PBOC行长潘公胜表示 美国的SVB事件 教会了他们 需要从宏观审慎的角度 观察和评估金融市场的情况 目前需要密切关注 非银行机构 持有大量中长期债券 所带来的期限错配 和利率风险 这些机构包括保险公司 投资基金 和其他金融公司 SVB倒闭事件的背景 在于其将大量资金 投入看似安全的美国政府债券 但随着美联储加息 这些债券价格下跌 侵蚀了SVB的财务状况 中国政策制定者担心 类似的情况 可能在中国出现 因为投资者 因经济前景不确定 涌入中国债券市场 推动其价格迅速上涨 企业借贷减少 银行有多余的现金 需要停放在某处 导致他们购买更多的债券 中国的金融机构 在长期政府债券上 投入了大量资金 这使他们容易受到 突然的利率变动的影响 如果债券泡沫破裂 价格下跌 收益率上升 这些贷款机构 可能会遭受巨大损失 中国的官方利率 在近年来 央行为支持经济 而进行的降息后 处于低位 然而 若外部需求放缓 北京可能需要加大刺激力度 以实现其经济增长目标 这将推动投资者 转回风险较高的股票 债券收益率将上升 中国人民银行周一表示 将首次直接干预债券市场 以冷却狂热 央行将从交易商那里 介入政府债券 以便出售他们压低价格 并提高收益率 这一决定 旨在 维持债券市场的健康运行 中国债券收益率的快速下降 也对经济构成了重大风险 低政府债券收益率 可能会加强市场对中国人民银行 激进降息和增长疲软的预期 加剧通缩心态的形成 此外 债券市场的狂热 可能抵消中国人民银行 促进经济活动 和增加货币供应的努力 因为它鼓励资本流入债券市场 而不是流向股票 房地产和其他推动 经济增长的风险资产 中国政府债券收益率的下降 还可能扩大美中之间的利率差距 导致资金逃离中国 并给人民币带来压力 4月份 中国的资本外流 达到2016年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主要是由于美中收益率差距扩大 中国人民银行 不希望看到利率下降得太快 因为这可能进一步加剧资本外流 和经济风险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楚天书 今天我们来聊聊中国对债券市场泡沫的警告 首先我想说这些警告是非常必要的 中国人民银行的主动干预 是避免像SVB那样的金融危机的必要步骤 美国的SVB事件给我们上了一刻 长期政府债券的投资风险不容忽视 中国政策制定者的谨慎态度 是保护国家金融稳定的关键 就像三国演义 钟诸葛亮说的巩固根本 方能安邦 我们必须未雨绸缪 才能避免日后的灾难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谢琪琪 楚天书说的好像有理 但我们来看看现实 中国政策制定者这么紧张 不是有点起人忧天吗 是的 SVB事件确实值得警惕 但中国的情况完全不同 中国市场的规模 很政策的灵活 幸使得这些担忧过于夸张 你知道吗 中国债券市场的增长 其实是一个好现象 因为这意味着投资者对中国经济的信任 就像水浒传里的李逵 虽然他看起来粗鲁 但其实很有本事 所以我们应该放宽心态 让市场自行调节 谢琪琪 我必须不同意你的看法 虽然中国市场有其独特性 但风险依然存在 中国人民银行的几次警告 不是没事找事 而是基于对市场的深刻理解 数据显示 金融机构今年上半年净购买的主权债券 达到1.55万亿元人民币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61% 过度依赖债券投资容易引发利率风险 一旦市场有变 后果不堪设想 就像西游记中的孙悟空 虽然神通广大 但遇到真正的困难 还是需要观音菩萨的帮助 中国人民银行此时的干预 正是防患于未然 楚天书 你说的真是头头是道 但我们不能总是拿过去的经验来看未来 中国市场有自己的游戏规则 说到数据 不妨看看另一组数据 中国的官方利率已处于低位 这是中央银行通过降息支持经济的结果 与其担心债券泡沫 不如专注于如何利用这些资金来刺激经济 再说了 债券收益率的下降 其实可以降低企业借贷成本 这对整体经济是有利的 就像《红楼梦》中的古宝玉 虽然生活在大观园里 但它也懂得怜香席玉 并不因为一时的困难而乱了方寸 所以我们应该更有信心 谢琪琪 你的话虽然听起来很有道理 但实际操作中风险远比你说得要高 低利率确实可以暂时刺激经济 但过度依赖会导致资本流入债券市场 而不是股票 房地产等推动经济增长的风险资产 结果这会增大美中之间的利率差距 导致资本外流甚至进一步压低人民币汇率 4月份的数据显示 中国的资本外流达到2016年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这是我们不能忽视的警告 正如风神演绎 李的江子牙 遇见未来的风险并提前布局 才能真正保全天下 楚天书 听你说的这么严肃 真是让我感到有点压力呢 但你忽略了一点 债券市场的波动是市场调节的一部分 过于干预反而会适得其反 资本外流的问题 可以通过多元化的经济政策来解决 而不是单纯依靠压低债券价格 事实上 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 市场过于依赖政府干预 反而会抑制创新很自由竞争 就像聊斋志义中的书生 虽然依赖鬼怪的帮助 但最后还是需要靠自己的智慧才能脱困 所以我们应该给市场更多的自由 让它自行调整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哇塞 这次的情况有点像在玩财经版的过山车 中国的债券市场最近可是热闹非凡 大家都在疯狂地往里投资 把债券价格推得老高 收益率却低得像是在做平板支撑 直达地板 这步 中国十年期政府债券的收益率已经掉到2.18% 这是从2002年有记录以来的最低点 20年期和30年期的债券收益率也在历史低点徘徊 看来大家对房地产市场和股市都没啥信心 只能抱着国债这颗大腿哭了 债券市场这么火热 听起来应该是好事吧 毕竟借贷成本低了 理论上应该能刺激经济 可是问题来了 这波狂潮引起了中国政策制定者的担忧 他们害怕出现类似于去年硅谷银行 SVB倒闭的金融危机 中国人民银行PBOC已经发出了超过10次警告 提醒大家债券泡沫破裂的风险 现在PBOC不得不采取绝招 开始介入债券并出售以压低价格 PBOC行长潘弓胜还在上海的金融论坛上说 美国SVB事件教会了他们要从宏观审慎的角度观察 和评估金融市场的情况 苹果掉地上砸到牛顿 他发现了万有引力 SVB倒闭 砸醒了中国的政策制定者 SVB事件的核心在于他将数十亿美元投入美国政府债券 结果美联储益加息 债券价格下跌 SVB的财务状况也跟着跳水 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担心 如果不控制好债券市场 类似的事情也会在中国发生 自今年年初以来 中国债券价格就像是做了火箭一样往上标 银行有多余的现金只能停放在债券市场上 麦格里集团的首席中国经济学家胡伟俊指出 由于房地产市场疲软 信贷需求走低 银行只能买更多的债券 资金被困在银行间市场 投资者对经济的通缩前景也让他们涌向长期主权债券 这就像SVB的情况一样 如果利率突然变动 这些投资者和贷款机构可能就要哭了 胡伟俊认为 一旦经济从通缩转向再通胀 利率风险将会上升 中国人民银行可不想再看债券市场的连续俱乐 所以周一直接干预市场 开始从交易商那里介入政府债券 以便出售他们来压低价格并提高收益率 这一举动显示了中国人民银行的决心 旨在避免SVB市的危机 华泰证券的首席固定收益分析师张继强表示 央行希望避免SVB市的危机 从经济风险的角度看 中国政府债券收益率的快速下降也带来了不少麻烦 香港瑞穗证券的外汇策略主管张健指出 低政府债券收益率可能会加强市场对中国人民银行激进降息和增长疲软的预期 加剧通缩心态的形成 此外 这种市场狂热可能会抵消中国人民银行促进经济活动和增加货币供应的努力 因为资金流入债券市场 而不是流向股票 房地产等推动经济增长的风险资产 还有一个麻烦 中国政府债券收益率的下降可能会扩大美中之间的利率差距 导致资金逃离中国 给人民币带来压力 胡伟俊指出 4月份中国的资本外流达到2016年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主要是由于美中收益率差距扩大 因此 中国人民银行不希望看到利率下降的太快 总之 中国债券市场现在正上演着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戏 一边是投资者的疯狂涌入 一边是政策制定者的焦虑不安 大家都睁大眼睛盯着 看看这场戏会如何收场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